好啊 你挺有本事的 你就这一晚上 就把知府大人 你的服服帖帖的 大人 院中所有财物 都已经搬上了马车 好 出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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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大人 你这个老巫婆 谁让你叫是欺人 为虎作娼的 对对对 你别走 走啦 老巫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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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可好了 我们把春风宴的衣服和首饰 全都洗劫一空 这要发给明珠谷的姐妹们 她们看了一定开心死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呢 那位小师妹 在执行任务中 还会想着古中的姐妹们 好 这个簪子最漂亮了 我要把它送给樊姐姐 回谷以后啊 我要再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衣服 都要留给樊姐姐的 小师妹 记得你小时候 什么东西 都会跟雪氏姐抢 反而不跟樊姐姐争 什么东西都留给樊姐姐 现在长大了 还是想着樊姐 其实在我心里呢 你们诸位师兄跟师姐的位置 是一样的 只不过 小的时候 樊姐姐因为我毁了容 所以让她变得很没有自信 很自卑 我心里一直觉得很愧疚 我就想着啊 等到京城以后呢 我一定帮她找到病机 血腹养颜膏 治好她脸上的伤 帮她恢复容貌跟自信 小师妹 虽然大师兄和师父们 总是在批评你 可是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最美的 最善良的 后面那几条狗怎么办啊 没事 我们已经出城了 等到僻静的地方 我就要把他们打发了 那你自己行吗 不用管我 在你心里 只有大师兄武功高强吧 是的 叶哥哥 我是怕万一打起来 我不是帮不上忙吗 不用你帮忙 保护好你自己就行 停车 为何停车 大人 您究竟是要去哪里啊 这里离元州 都已经有五里多路了 是 我是要到郊外 找一处庄园 靠安顿我的美人啊 顺着这条路走就是了 可是大人 您今天的所有举动 有所反常啊 您明知道春风院的后台老板 是中堂大人 居然还将院中的财物 全部扣押起来了 眼下这荒山野岭啊 真是越走越偏僻啊 放肆 本官行事 用得着你对我指手画脚的吗 卑职不敢 不过昨日有一帮身份不明的人 冒充大人 卑职心下有所疑虑 不知现在的大人 是不是也是被人冒充的 难不成 你在怀疑本官的真假 卑职敢问大人 卑职的小名叫什么 当然是叫旺财了 你见到本官只知道摇尾巴 不是挑狗还能是什么 小师妹 先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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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不是太不张义了 不能丢下叶哥哥一个人走呀 马儿 马儿 咱们现在回去救叶哥哥好不好 走 走啊 走不走 再不走我打你了 这个马怎么软硬不吃 跟我这么像啊 你逼我了啊 走 走我你 叶哥哥我来救你啊 你怎么回来了 快走 住手 叶哥哥你别管我 你快走 站住 再上前一步我就上次了 把他们带回衙门 再逼问大人的下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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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妹 你没事吧 我看看 还好只是皮外伤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把自己置于险地不说 还连累了叶师弟 大师兄 你就别怪小师妹了 他你是担心我 才会缺而复返的 你呀 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你自己先撤 别留下来给大家添乱 否则就不是讲义气 而是愚蠢啊 樊姐姐你看 好看吗 我特意给你选的 春风院最好看的簪子 我还给你选了好几件 漂亮衣服呢 到时候都给你 再漂亮的钗子 给了我也是浪费 还是把它留给学姐姐吧 我看她和这个钗子最配 樊姐姐 你别这样说呀 你这样说我心里特别难受 你不用难过的 我的脸和你无关 师弟 你这脉象 好像是受了很重的内伤 难怪你连孙福的 几个卫士都收拾不了 我这次来元州之前 有一天晚上练功 不小心走火入魔了 幸亏雪师姐及时发现 出手相救 我才躲过一劫 不过 还是受了点伤 我是怕大家担心 所以让雪师姐 不要告诉你们 只有练功时 心神不宁才会气血乱性 也是你 你不会有什么心事 瞒着我们吗 没有啊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 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叶师弟 你刚才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 救下一欢 我很感动 谢谢你这么照顾 我的未婚妻 你未来的嫂子 可惜了 可惜了 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已经好多了 大师兄 你替我吸出毒血 没有大碍吧 我没事 那就好 你为我那么奋不顾身 大师兄 你对我真好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是为了我才受伤的 只要你能安全 一切都好好的 我受点伤一点都不重要 真没想到 小师妹一个人 就完成了 秦获孙福的重任 是啊 她虽然偷懒 却是胆大 有欣喜 大师兄 只要你提到小师妹 你的眉梢眼角都是小 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一早 还要赶回明珠谷呢 奇怪 怎么会有马车来 该不会是我们的地点 被暴入了吧 我去看看 大师兄 卿承 你怎么来了 你的伤还没好 我不放心你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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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师傅 她不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云州 师傅一定是看到了 我们留下的暗记 就追了过来 六师傅 百大师兄 打开 大师兄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不上 太子 茶四 百家 我们都被伤害了 把他交给尽王 姜 哥 肯定 ambitions 更不要伤害她 更不要放跑她 六师傅 这车上的人到底是谁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六师傅 这女子究竟是谁 怎么跟卿城长得一模一样 她叫舒婉欣 是山西总兵书建的独生女儿 她是此次入京 待选的绣民 我一直在暗中跟踪她 本想着她入了京 清城和你们也回到了京城 到时候再找机会下手 可是没有想到 她今夜途经元州 在城外住进了一所义馆 所以我就提前把她结了过来 六师傅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从今夜开始 清城就是舒婉欣 你的意思是 要让清城顶替舒婉欣 进宫选秀 不错 想要查出佟霞的下落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进入皇宫潜伏 而这一次是最好的机会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大师兄 这个计划不是六师傅临时起义 其实是诸位师长们 早就集体商议过的 这些年来 我除了和你们接受同样的培训 也在暗中学习如何在皇宫中潜伏 两年前 师傅们得知 舒婉欣和我长得相似 就已经在暗中 让我模仿她的一举一动了 可是 如果你真的进了皇宫 被康熙选中 你就要成为她的妃子 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为了给先帝报仇 为了光复大明 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性命 我又怎么能在意 异己之清白 好了 时间紧迫 卿城 你随我一起回到舒婉欣的义馆 潜入她的房间 如果被人发现舒婉欣不见了 那这个计划就不可行了 可是卿城受了伤 还中了毒 身体还没有恢复 还好 没有什么大碍 秦城 就辛苦你 带着舒婉欣回到了她的房间 当然 我也会伪装成舒婉欣的 贴神魔物来照顾你 等到了京城 基本上你的身体 就可以恢复 六师傅 丹师兄 我知道 大师兄关心我 就对卿城来说 已经足够了 可是眼下 顾全大业为重 对了 太子 请你转告晋王 让他务必将舒婉欣 软禁在明珠谷 切记不要放爆了他 不然 卿城会有威胁 卿城 师父 委屈你了 我们走吧 我还要死 我 你 看了 要死了 我 有 我 我 你 李定国 我孙福既然已经落到了你的手里 要杀要寡就随你吧 孙福 你做出这副视死如归的英雄模样 演给谁看的 我问你 五二四星现在在哪儿 他誓死是活 是不是你把他出卖给清廷 才换到了现在的顶带画铃 你笑什么 我笑你李定国一世英雄 却是一个不明大事的糊涂人 你以为你儿子跟你一样愚忠吗 当初平夕王攻入滇都 你为了护送永丽帝逃离 不惜杀妻杀女 早就伤透了李将军的心 夫人 我欠你的 你兄弟弟先还 爹 你太危险了 你居然杀了你劫放二十年的妻子 和刚出生的女儿 李将军带着我等 护送永丽帝和皇后 到达了你指定的地点 留下了所有的士兵和护卫 与你借头 却带着我等几个心腹将领离开 诸位都是与我李四星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如今我已心灰意朗 再也不想替诸士争夺这天下了 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诸位 你们是想继续为诸士卖命 或是回到老家与家人团聚 甚或是投靠蜻蜓 都由诸位自行决定 现在我李四星正式与大家别过 从此各奔东西吧 将军 将军 侯叔 我不相信我的四星会就此离开我 就算他心里怨我恨我 他也不至于这么多年杳无音讯 一定是你早就把他给出卖了 那么他现在一定已经遭你的毒手了吧 我知道 今天就是我的死期 不过 我能偷着想这十几年的福 不亏了 总之 该说的我都说了 信不信就由你了 混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如此嚣张 快说 李将军到底现在身在何处 好 我说 其实 李将军 早就投靠蜻蜓了 和我一样 改名换姓 不知躲在什么地方逍遥快活呢 住口 死到临头了还不枉挑拨离间 李定国 心虚了 其实你也知道 李将军对你杀妻灭女的冷血 极为不满 他应该会报复于你的 想不到 十几年过去 你更加疯狂 竟然用你的亲生女儿 假扮青楼女子色有于我 你还会报复于我 莫生 你竟然敢自作处伤 莫生 你怎么把孙佛给杀了 靖王 此人自是必死无疑 帝是说什么也不会透露实情 只会满嘴胡言 损害小师妹的鸣锦 倒不如杀了干净 可是至少 你要问清楚 蜻蜓的一些情况在说呀 他说的话能信吗 那你也不能杀了他呀 爹 你不知道这个孙佛有多可恶 他 他居然在姬院里 欺捕小师妹 现在又来诬陷李将军 爹 人家没有 他进来的时候 已经醉得不行了 够了 都愿你擅自行动 差点连累了师兄师姐们 要不是你将功 赎罪 我就把你关起来 再不许你踏出明珠谷半步 爹 一欢出错了 一欢这次出谷 还是有收获的 我相信他现在应该明白 为什么我们几位师长 老是逼他努力学习练功 正所谓学到用识方很少 一欢 以后你得吸取教训 多跟师兄师姐们 多学点本事 知道了 义父 把他抬出去吧 这个孙福死有余辜 不过 陌生 以后再行动的时候 可不能这么鲁莽了 是 陌生知道了 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冲动了 陌生平时做事啊 还是挺冷静的 可遇到义欢的事 他就沉不住气了 这些孩子呀 咱们是看着长大的 他们心里想着什么 咱们这些做师长的 怎么会不明白呢 不过孩子们 你们要切记 演下最重要的任务 是要找到 铜侠和一号金钥区 拿出藏宝图 和义士的名册 那和义父 这儿就能招待 我们联盟的力量 岂不可为了儿女情长 而耽误了大事 是 弟子明白 托儿谨遵师父教会 好了 你们即刻回到京城 继续完成两项任务 老板 小兄弟 你总算来了 龙三少爷一直在找你啊 我家里有点事回他老家 昨天才回来 你赶紧帮我通知龙三 你就说今天晚上 我在京城第一酒楼 等他请我吃饭 好的 我马上去告诉他 老大 你这一走就是俩日 也不通知小弟一事 害得小弟是日日替你担心啊 我走的时候本来想跟你说来着 但是我哥哥把我拦住了 说要赶路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不过呢现在已经解决掉了 没事 解决了就好 来 小弟敬你一杯 算是给你接风了 干了 对了龙小弟 你下次如果再有急事的话 你就派人去东十四胡同的 慈航药铺 找我大哥 我大哥叫李建卿 郎中 好 坐堂问诊的 我记下了 皇上有没有查到那个 勾结敖拜的内奸啊 暂时没有 宫中太监有几千 能接近皇上的悠悠几百 大肆追查的话 只怕会引起敖拜的注意 所以皇上 也只能暂时阴忍了 我查一查你的读解没解嘛 我查一查你的读解没解嘛 来 让本大先给你测一测 来 让本大先给你测一测 不算 你的毒已经解了 皇上在哪儿 当然也解了 皇上龙颜大悦 说呀 要重重地赏赐你的 说呀 要重重地赏赐你的 真的假的 龙小弟我发财了 我发财了 我发财了 龙小弟我发财了 我发财了 龙小弟我发财了 你知道吗 这次回去我给我的兄弟姐妹们 带了好多东西 他们看到以后可开心了 我看到他们开心 我就特别开心 看着老大的笑脸 小弟的心里也是很开心啊 不过 这皇上毒解了 敖拜会不会起疑心啊 他会不会想着别的法子 再害皇上啊 你小声点吧 皇上哪有那么傻呀 当然是继续假装中毒 掩然耳目了 再说了 近日援州之府突然失踪 敖拜正在亲自查办此案 没空估得上宫里的事情 援州之府失踪了 那会不会被人暗杀了 很难说啊 近日 明珠鼓得乱党 活动昌局 这援州之府失踪之事 多半与乱党有关 敖拜已经加大了 对乱党的清剿力度 老大 小弟知道你一向喜欢行下正念 可最近这段日子 你可得千万小心 别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 知道了 龙小弟 吃吧 吃饭 我刚刚得到消息 蜻蜓突然下旨给吴三桂 让他将当年我父王的所有遗物 无论大小 无论跪剑 全都上交给朝廷 可永烈帝被吴三桂已经试杀了这么多年 清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突然要吴三桂上交永烈帝的遗物 应该是为了那一号金钥区 当年我父王手上的那把金钥区 最后落在了吴三桂手里 吴贼虽然不知道金钥区的作用 但见我父王贴身收藏 想必不同寻常 所以就没有上交给朝廷 如今清廷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童霞的秘密 又不想惊渡吴三桂 所以干脆让他把所有的遗物 都上交给了朝廷 那吴三桂会把金钥区交出来吗 这也不一定 如果吴贼知道了金钥区的秘密 那他未必肯交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他应该不可能为了一把金钥区 而冒着抗制欺君的风险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滇都的内线传来消息 吴三桂已经命令他的二儿子吴应齐 押送父皇的遗物进了京城 叶师弟凡师妹 你们两个人去跟踪吴应齐的车队 想办法打探清楚 那批遗物当中 到底有没有那把金钥区 如果有的话 立刻想办法拿回来 好 我们现在就收拾东宇出发 怎么了 叶师弟 有什么问题吗 我 我想留在京城 陪大师兄一起寻找铜侠 叶师弟 你留在京城 只怕不是为了帮我找铜侠 而是舍不得 某个人吧 大师兄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叶师弟 大师傅说过 出谷之后 一切行都要听错大师兄的指挥 再说从吴应齐手中 拿回机钥匙的任务也很重要 怕是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啊 好 好了 快点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 偷犯时间一起出发 嗯 小师妹呢 怎么不见她呀 她去见龙三了 我让她去打探 孙福失踪以后 倾庭的动静 龙小弟 这些都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怎么 大哥 你是信不过小弟吗 怕小弟把皇上给你的赏赐 动手下 不是不是 我只是太兴奋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季元宝 是太幸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怀眼 心中细流 回远方情缺 回首一生 路满满 切与离开 爱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欢颜 书记许情愁 望月定烂 星辰入梦 监制作与离开 心情 心情